很多年轻人被这个论文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写论文像扒了一层皮一样 所以看到原来可以这样复制贴上 有没有 那你把那些认真写论文的人当成什么 道歉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干嘛要搞成这样 今天都是PTT上的问卦的一个题目 大家的反应超级超级踊跃 所以这个亮哥你看 林志坚本来就是你知道年轻又帅 他的选票年轻的这一部分很漂亮 现在是不是彻底让这些年轻的部分 我是觉得真的很伤 尤其是台大校长改选 如果像巧新刚刚讲的是对的话 没有办法提前来运作 那大概9月初报告就出来了 那9月初之后你刚好要成立总部 那就一堆人拿了板子来写一个抄袭市长 看你怎么选 他就说是抹黑 不可能吧台大是抹黑吗 你只要尊重台大的一个调查报告 这重点就在于台大会不会被摸头做掉 现在就已经不是抹黑 因为台大今天已经回复我的信件 他说已经通过了就是初步 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乱来的 那你乱检举的他也不会受理嘛 他已经基本的就审查通过 然后说呢现在要进入到正式受理的阶段 大法官已经受理了 所以他已经受理了 我已经收到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已经收到这个图 检举信之后台大是几天之后回复的 他是今天下午的时候传给我 他说呢 本校已通过刑事要件审查 确认受理本案 也就是说 你提供什么资料给他 我就是提供了林志坚的论文影本 然后呢还有余震黄的论文影本 还有两个人相同的部分的整理 提供给这个台大嘛 然后他们的教务处已经回信给我 那所以说林志坚 他不能再说我们是抹黑了 你跟黄阳明都有检举吗 都有 其实很多包括台大的校友 还有学生很多人都有去检举 好像杨子斗那边也有检举 所以确认受理就成案了嘛 对成案了 那所以他不能说这是抹黑 因为代表说我们的质疑是有其道理 然后呢台大接受这样子质疑的道理 他们要进去再做进一步的确认跟审查 受理就表示说他初步的审了一下 对初步的看了一下 确实有这个疑虑嘛 那如果我今天是抹黑的 台大连受理他都不会受理 他就直接会回复我们说 就是反正就你胡扯 我们没有要受理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受理了 所以两个月内结果一定会出来 所以你想一想嘛 如果在9月2号之后 确定登记对不对 那你登记之后 然后这个台大的调查报告公布 然后确证你是抄袭 那会不会公布确认没事呢 确认没事啊 事实上你那个苏黄达院长 公布那个审查委员 大概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 因为那个审查委员 我认为媒体一定会把名单挖出来 那大家就知道这些人 大概是什么样的公信力嘛 我认为台大如果要因为这种 这么小的事啊 才一个桃园县 桃园市长 你就要赔上你的声誉啊 你搞不好复免成国际笑话 是啊我就想问两个 因为说实话 赔上一个林志坚 大家觉得还好 但是赔上台大 我相信全台湾人不会 台大已经掉到100多名 是啊 那林志坚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呢 对台大 我认为苏黄达院长 不可能让这个事发生 但重点是他保不保住自己呢 不是嘛 所以前提又回到 巧欣刚刚讲那一段 校长会不会提前改选 那如果管中民 如果他还在位 然后容许台大 不照标准来搞 我看他也对不起 自己的良心吧 所以现在保住管中民 是最重要的吗 如果有 现在就重点就在于 有没有人要硬搞 校长提前改选 他们如果按照时程 正规的步调去走的话 那原则上9月初 答案就要出来 而且呢 你也不应该提前的 去把零选的人选出来 因为他们的工作小组的报告 是有上网公开的 是10月才会选出校长 那这所谓的 如果这样我坦白说啦 那绿营真的要好好思考 这个问题 你竟然把选举都赌在两个人的运气上面 第一个是林志坚过关 第二个是陈时中没有碰到新的疫情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赌选举 因为这两个都有可能发生 八九十月你认为一定没有新的疫情 然后林志坚一定没有抄袭 我这样赌太 我觉得风险太高了 蔡总统拍板定案吗 他太有自信了 我觉得也是在看大家的反应 如果那个辨姊妹那种街坊 他多听几个他也会怕 郑保天要准备 搞不好你背他就要上阵了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辨姊妹刚刚访问那些人 事实上看起来就是 不太有蓝绿色彩的 年轻人啊 他们都有感觉 那就相对剥夺感很强 桃园事实上没有那么绿 桃园真的没有那么绿 而且他辨姊妹访问这些人 就是过去林志坚 蔡英文的支持者很明显 那他们的操作 这东西太简单了 台大有一个传统 这传统就在 副中二十一响 对不对 你只要在副园门口 把这两篇路纹摆在这里 让大家来对 对不对 你如果赞同他有抄袭的 签个字或怎么样 把他哭手一下 大家来看 财大完全没办法去招架 很多的动作 那这个案子最可耻的在哪里 在陈明通第一天就定调了 是余政皇抄林志坚的 现在余政皇跑去躲起来 余政皇你如果再看我们节目 我建议你赶快发个不自杀证明 你看过去两颗姿态以后 有个人就突然死了 在台南的印和 全身缠着以往 那最后就说就是他干的 那阿扁也当选了 那我觉得余政皇这么多天 调查期不是要摘尖花胡吗 你怎么容许自己的调查员 躲起来不敢讲话 因为调查机的上市 国安局长已经定调了 你是抄袭者 抄袭者更应该抓出来 一个调查员 你这个胆子去抄市长的论文 他更应该抓出来 把你的调查员的官职 把你撤销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朱凯翔已经推论出 这个剧要怎么演 他说到了这个结果快要公布之前 那就突然之间余政皇接受绿媒专访 那叫做不露脸专访 或者是报纸的专访 然后就忏悔他的不对 讲他的心路历程 这朱凯翔讲 心路历程对不对 就自己想变异形势 自己偷懒 那这一次选举想完了 余政皇就调新竹调查站的主任 是不是 对啊 但我觉得大家是 因为第一个以时间顺序来讲 余政皇是比较早的嘛 第二个 我就要一直在讲 今天所有人都在问 一个调查员敢去抄市长的论文 我跟你讲这两份论文里面 他们被抄的部分 有一个差异点 就是余政皇他的论文里面 他引用的部分后面会夸号 然后写说他引用字谁 然后年份是什么 昨天我没有给大家看过 这一些到了林智坚的论文的时候 他就把人家给力掉了 他就拿掉了 所以你从老师不是笨蛋 台大的老师怎么会是笨蛋呢 从这种诸事马迹 就可以判定谁抄谁了啦 但是这个有种说法就是说你看余政皇有多么认真 他抄人家抄到不懂的地方 他去查出处你知道吗 那他这样的话很麻烦 那他每一句都要去查一次嘛 对不对 一定是他先读到了某一些paper 然后上面他引用 所以他把他腾到他的论文上的时候 后面会写夸壶嘛 那因为林智坚会觉得说这样的话 他抄太多东西会很明显 所以那他要删掉哪边他也不知道 只好把那些人的名字都删掉 然后假装是他自己的 所以就算没有余政皇的论文去做比对 我们单纯把林智坚的论文送去伦理文会审查 他光是那些地方后面没有引述 就是抄袭 抄袭没有说在论什么30%40%才算抄袭的啦 你一个段落有抄那就是抄袭 那个什么30%20%那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漏掉了 所以你跑的时候他跑出来 你有30%哦 那你就回去检查检查检查 看你哪边是有漏掉引数了 你再去检查一次你的论文是这样用的 可是真的要做伦理审查的时候 你一段是抄袭不用一页 一段是抄袭没有引述就是抄袭 让他说英文的话五个单次 那你看他是满满的 而且好多页 他是一整页的复制贴商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他是一彎两瞪眼的 这个根本就没得说啦 一彎两瞪眼 因为连标点错误都一样 那是已经没话讲 他是形式对比 可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 因为他是小英男孩 小英也要保他 所以利盈的人第一个挑出来陈明通 所以董哥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当然蔡英文自己也有论文问题 所以你知道江金比心嘛 很体谅嘛 但是你觉得蔡英文第一时间 这么快的 我不知道蔡英文有没有看过 林志坚的论文 一定没有 他只要看媒体报导就知道了 所以他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这样并不聪明 我今天有一个森林的朋友 就跟我说 这个怎么不换人啊 我跟他说妈妈怎么可能换妈宝 他喜欢他嘛 但他现在把林志坚推出去不是 也不好 我说妈妈如果疼爱小孩的话 你就让林志坚去背凌迟啊 不是林志坚自己选择的啊 而且他认为他会熬得过 那就是妈妈溺爱他嘛 是嘛 所以亮哥你觉得蔡英文 应该是没有看过林志坚跟比对嘛 他如果看了他可能不会这样讲吧 蔡英文可能根本没有看过论文的能力吧 不太聪明嘛 是不是他那么快跳出来表态干嘛 我觉得就是要统一党内的调子 叫大家不要批评他啦 他事实上真的没有声音在批评林志坚 但是挺他的感觉上也不多啊 就是大家不愿意公开 因为你看高家瑜嘛 高家瑜说什么你知道吗 高家瑜说这表示林志坚八年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只能谈这种议题 大家没有人敢说说他的论文不是抄袭 他也不去谈这个论文本身啊 他绕开了 他说表示他施政做得很好 几乎没有人敢真的上车啊 对啊这就是很有意思 我说在今天你看大家谈这个安倍的部分 所有人都出来 但是林志坚小英男孩啊 蔡英文都已经下了军令状了 但是出来挺他的就没有啊 没几个啊 因为你不用写过论文才能判断 他是不是抄袭 在台湾你只要有试字跟阅读的能力 你就会知道抄袭了 就像你是一个妈妈 你的小学国小生 他有没有抄隔壁同学的作业 两份拿出来换看 你会看不懂吗 不会嘛 台湾整体的教育品质是很好的 不需要写过论文 也可以判断他有没有抄袭 所以没有政治人物感 对嘛 没有人敢上这台车啦 所以你看连这个深绿都看不下去 潘建志就承认自己是绿的嘛 他说他把这个很科学啊 放到这个系统里面两个系统拿去比对 相似度都这么高 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叫做林志坚 懒到人神共愤 这就证明了嘛 以前小时候书念不好 没有关系 你长大再把它念好 这叫做励志故事 但是如果说你小时候抄 一直抄 抄到当了市长还在抄 那就叫做什么 抄前部署 不他一定是觉得他要往上层 才会想拿台大的学位嘛 他觉得一路可以抄 抄到高层嘛 我觉得一定是中华大学得逞 所以使得他觉得 他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嘛 我跟你讲啊 现在是这样 因为台大国防所属于台大社会科学研究院 对 那目前的院长是舒宏达 是啊 舒宏达被民进长查过水表啊 我知道 可是如果院长改选 如果校长改选 可能院长也会改选 啊 院长也会换人哦 一起被做掉 不是因为台大不是说两个月吗 你看台大台大是7月6号收到检举 对嘛 两个月内的话就9月6号嘛 对嘛 对不对 对嘛 中华大学7月7号收到检举 对嘛 检举就是9月7号嘛 对嘛 那如果 那我们看到选举的日 他的登记是8月29号 不舒宏达你那个看太后面了 应该说台大校长的改选 搞不好是8月 两个我已经查了 按照他们原本的工作小组的计划 9月是没有产出候选人的 产出最后的结果是在约谈阶段 他们预计应该是10月7号选出来 但是10月7号的日子 还没有在小组的名单 就是那个工作时程上 但9月底在约寻每一个人 面谈是确定的 所以如果提前的话 就等于是政治力介入 因为已经有一份他们先前讨论说 我们要10月才选出来 结果你突然给我 9月初就急着要赶快选出来 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坐实了 那我估计 我对绿营的判断 那舒王达院长会 又会遭到极大的压力 不是会有一堆人去说 这个就是要搞政治了 这个压力会出现 但是亮哥 因为台大校友的实力 也很坚强 而且你看到台大内部 包括什么什么医学院的教授 都出来讲话 因为说实话 当初大家的论文 都是用命在写的 对不对 当然 启荣这样复制贴上 你觉得这个民进党 这次的政治势力 能够跟这个台大的 你不要讲学界 不只学界 写过论文的学生 我们也不要讲硕士论文 比如说我现在还在大学教书 我有时候他们其末 就是自己写论文 对 我也是会稍微到电脑里面 给他比对一下 你也会 对 到时候被打乱你丢脸 学生被我推荐了 就觉得说 那林志坚怎么会过 对啊 那你干嘛那么严格 所以我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会构成叫 林志坚惯例 对 那你台大要不要承受这个 因为最重要是因为 前面有一个李梅珍 跟中山大学的判例 是啊 在前面 在前面啊 就照样处理就好了 然后李梅珍的危机处理 我们知道嘛 他是第四天他就承认 当初蔡英文对李梅珍事件 蔡英文有讲话 说就面对事实 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了 但是林志坚呢 他说你辛苦了 而且李梅珍第一天 我去查了时间 7月20号 李梅珍的用语也不是不承认 他是说中山大学调查 属实我就退学位 那结果 大概他的幕僚讨论嘛 所以你就自己认了啦 那第四天就认了 但林志坚相似度比他更高啊 所以林志坚的 采取的危机处理模式 是完全不承认嘛 因为反正 他还要去告人家呢 对 他有靠山啊 好 就这么巧 这个科技部呢 有个学术伦理规范网页 在昨天突然之间消失了 怎么回事呢 科技部说是因为板面跑掉了 再调整板面 然后更巧的是来了 教育部也有个学术伦理中心 也突然公告 今天开始不接受咨询 配合委外单位休假 就是在密集的这两天当中 请教一下这个事情上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 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所以刚刚亮哥讲 大家就很担心 本来大家一看到苏鸿达教授 想说哎呀 天理报应不爽 本来大家都是这个感觉 所以亮哥原来还有那招 中华大学就不用讲了啦 这个李延慧就是大家懂的嘛 他的这个丈夫呢又是这个新竹的知名的一些建商啊 他又是民进党发言人啊 然后他还在林志堅的脸书上留言啊 市长加油冲冲冲啊 听说他的公公是市长的金竹 市长的金竹啊 大家懂了 所以那中华大学就算了吧 我们直接跳过嘛 那所以台大 还有台湾的学术伦理 说实话台大就是台湾学术伦理的标杆啦 目前看起来这个标杆应该是 发挥不了效果 是不是 我稍后来问一下董哥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 拜托台大 台大都已经跌出了百大之外 在因为林志堅是不是要跌出五百大之外 我不知道 我先讲一下 我可能会是第一个受贿的 因为我论文还没有开始写 然后我暂时还没有要写 因为我要等这件事情出来 我才知道我要写什么品质啊 因为如果你台大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超人家研究架构整整八页 字句不换是可以的 两三个同学可以共用一份研究精神 研究框架 那以后我们所有的硕士全台湾的 不会只有台大 全台湾都可以比照林志堅这样 凭什么绿能你不能 只有林志堅可以我们都不行 你要先有党政啊 你又没党政你凭什么 所以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林志堅条款 也就是说现在台大他面对的是什么 你是要为了林志堅一个人 你是要为了民进党这个政权 还是你是要为了全中华民国 以及未来的学术的伦理跟素养 你为了一个人拉低全中华民国的 这个伦理素养 我觉得台大如果真的敢这样做的话 他的后座力会比大家想象的强太多 哎呀没有什么敢或不敢的啦 连这个张景森都告诉大家 写论文是学术研究训练 台湾不要再有这个硕士班 一定要写论文这种落伍的迂腐观念 是不是如总中华大学念爱他 陈明通又这样念爱他 百般呵护他 再加上这个妈妈 对不对 小英也这么念爱他 如果他选上桃园市长 那台大博士班的论文他也会拿到啦 那这样就造福所有的博士生多好啊 对啊 所以以后博士生也不用写论文 造福巧新可以顺利很快议议 以后三个同学组一组team 然后研究架构共享 后面写不一样就好了嘛 大家就整个副词贴上就好了嘛 对啊太好了 巧新辛苦啦 总统还会说我们写论文很辛苦 全台湾满满的博士 我们通通都来念博士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